好 各位领友 大家晚安 请看三十七页 第二十七行 今天从第十六颂开始讲解 A5 不忽忘恩不舍 这里的舍是不舍弃不提心 前面从第十颂一直讲到 昨天都是高兴不可以遇到障碍 而舍弃不提心 同样的今天请看A5 请看第三十八页 第二行 是若即子所爱如 笔中带我一次扣筹 还如五对重病的儿 被爱临知否子行 请看下面的解释 曾经像爱顾自己的儿子一样 教育过或栽培过的苦一个人 就算他把我看成像仇敌一样的 欺凌虐荡 对于这种恩将仇报的恶人 但是我还是要抱怨女儿 抱怨女儿就是女儿抱怨的意思 你要想假如一个母亲对待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因为生了重病 然后变得有点疯癫 甚至忧郁症 最后变得很邪恶 这样子儿子的话 妈妈还是不会放弃他的 因为他是他的儿子 反而因为会怜悯他 更加倍地关爱他和怜悯他 因为他生病了 所以同样的 假如有人碰到我们对人家很好 可是人家却恩将仇报 欺负你 虐待你 你要想他比你更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 他没有听到佛话 所以他不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他造了佛恶意 这样子的话 你常常来加倍地关心他 爱恶他 这个是佛子行应该所做的 这几天很多人会客都还问说 师父 佛子行非常非常好 可是很难做 没错 你要做菩萨 就要从这里边去努力 从前你对他不慈悲的人 现在应该更对他慈悲 你不关心他的人 你更应该关心他 你多鼓励他的人 你应该要鼓励他 你常常重会关爱别人 也 оказ mural 努力别人 等到你碰到有困难的时候 自然人家也会来鼓励你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下面 第步 rules 第六 第六 不以欺凌护身 不要因为人家欺负我 我凌辱我 谁而使欺负彼心 请看纪授 三十八页第十六章 第十七授 同等或诸汉为事 众以傲慢与欺凌 我还敬礼如上之 愿等等待我子情 他说 有些人那些定位 和自己差不多相等的 或是他的定位 比你更低下的人 有时候他因为净骨心 很不高兴 他常常会动不动 就会找你的麻烦 甚至他们来以傲慢的心 常常来欺负我 比方说 有时候当你嫁到 一个新的家里面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媳妇常常会受我们婆婆的欺负 或者会受小姑的嫉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家本来很多的女主人 现在拖了你一个漂亮的女主人 当然她会吃醋啦 其实做一个男人 真的很可怜 老实跟你说 我们古人说 妈妈叫做什么 老娘 对不对 太太叫什么 新娘 人都是喜新念旧 老娘和爱 爱新娘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 一个家一个男人 妈妈要吃醋 太太要吃醋 那怎么办 最多人就知道放弃了 所以当男人是很可怜的 所以 这一个寄宋里面 人家为什么会欺负你呢 是因为嫉妒心 所以嫉妒是很大的烦闹 人与人之间 不要太爱炫耀 有很多人 他很喜欢炫耀 比如说 先生赚了钱 给他买个赚钱 他动不动说 哎 你有看到吗 就把手伸长一朗的 动不动呢 嗯 就是这样 然后就要把这些纸 手表就炫耀 不要太炫耀 知道吗 好的东西 不要太炫耀 炫耀那么多又怎么样呢 炫耀太多了 你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有些人为了抢你的赚钱 就把你手给砍断了 所以进步是什么 人与人喜欢比 人说人比人 气死人 对不对 比上不足嘛 比下有力量 不要去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你应该 今年的你 跟去年的比 像你比 我今年也没有更进步 我也没有更慈悲 不要跟别人比 每一个人的姻缘和抱不一样 你要跟皇帝比的话 你永远比不过皇帝 女生要跟皇后比的话 是永远比不过皇后跟公主的 因为她也是多生多解秀来的 但是同等地位的生活在一起 常常你会遇到人家 欺负你的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忌妇心 因为你太爱睡觉 所以人家看不起 故意就会欺负你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应该是必赢的 接下来 假如你不幸地 遇到人家欺负你 可是你要想 虽然他欺负我 可是他的本性 是很好的 他只是暂时 被烦恼给蒙蔽了 他为了要争宠 吃醋 或是要争好 所以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 一个老板下面有很多属下 也是会相互争风吃醋的 你不用管人家 你就做你该做的本分 尽力就好 错了就盗窃 不要去讲辩 没有错 你心里安就好了 假如你遇到人家 故意要生态你 我教你 你就念 《老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最后会水落石出的 但是这首祭送 你先是告诉你 你内心里不可以有报复他的心 也不可以有诅咒别人的心 所以这里讲 但我却要像礼敬上师一样 恭敬地奉于自己的顶头之上 有关这一点是 佛子行应该要实践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虽然你看他 他欺负你 可是在五量节 谁先成佛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反而先 生怜悯心 要能够去体谅他 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 再接下来看 丙三 三十八页 第二十一堂 丙三原古读 接下来告诉你 所有一切的烦恼从哪里 不是从外面来 而是从你内心里 贪嗔痴的烦恼 在没有讲项链经文之前 我要给大家看几张烦恼 讲个故事 再来告诉你为什么 对着你的贪嗔痴是很重要的 好 请看 这是西藏的套卡 六道五顶主 我在很多场演讲里面 都会喜欢放这个 是告诉你 我们生活的时间 就是六道的空间 我们在天上住过 我们也当过人间住过 其实我们也当过小狗 小猫 我们也在地狱 恶鬼 受惹过 可是我们都忘记 在这六道里面 你看 每一道里面 有一个佛菩萨 佛它是不用来我们的 因为佛它是清净的功德力 它不生在六道里面 那这六道呢 是因为我们的业力而生来的 下面叫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在三恶道里面 我们人间看得到的是什么 畜生 比如说狗啊 猫啊 动物啊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很难跟它讲话 除非你跟它有缘 或是你懂动物的语言 那在三恶道里面呢 我们是人间 人间 再上去是阿修罗 阿修罗是战神 它很有福报 它称心很重 再上去呢 就是天道 所以这六道轮回 就像六个轮子一样 永远都在转 为什么在转呢 因为我们有烦恼 看这里 看这里 中间有看到三个动物吗 鸡 还有什么 蛇 还有猪 鸡代表什么 贪心 你看啊 鸡呢 在外面呢 看到什么都吃 鸡代表你的贪心 还有 蛇代表什么 称心 所以脾气不好 不改的人 来生都会做大猫蛇的 这是真的 然后呢 猪是什么 狐狸狐狐 那每天呢 主人就是来喂它 就是吃 吃完以后睡 最后呢 他的夜宝就一刀 就被宰了 所以贪嗔痴是用鸡 还有蛇 以及猪 这三个来的 了是我们三读的烦恼 所以右边的黑色的跟左边白色的呢 是代表在中阴生里面呢 过程当中 右边的是中阴生 后边呢白色的左边的是代表他投胎的 投胎有些人做国王 有些人做皇后 有些人呢 投胎呢 就变了普通的人 有些人呢 就投胎是很贫穷的人 或者断手断腿的人 其实这些都是你的业力 所以你要改的不是改环境 而是要改你心中的贪嗔痴三毒 所以远离古独是非常的重要的 古独是指贪嗔痴 骂疑 古类的烦恼 那在还没有介绍之前 我要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明朝林池大师的竹窗水品里面呢 他曾经说一个出家人的故事 当然这个里面是讲出家人的故事 不过各位注意 我们在轮回里面 大家都关过男咒 也当过女咒 也在家过 也出家过 所以你用平等心来听这个故事 很重要 他只是一个 有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呢 当然你出了家 你舍利了家 你好好出家休息 你就应该好好修戒定会才对 可是这有一个出家人呢 他住在寺庙里 他平常很认真的念经 念完经了以后呢 他就很喜欢说笑话 说完笑话以后呢 他就喜欢坐入人家 东东看到人家呢 他就下人家一下 下人家一下 他就很好玩 这样很好玩 结果下一下 下了以后呢 他不但下上瘾了 他还喜欢披个老骨皮呀 故意下人家 结果呢 他这个寺庙是在山里面 山里面呢 他每次做完早课 课完以后 送完经以后呢 他就觉得出去玩 然后呢 他就披个老骨皮 然后呢 走在那个树丛里面 假如有人走过来呢 突然他就下海笑 哎呀 就很高兴 笑了一次两次以后 有一天呢 他披了老骨皮 因为他就常常想老骨 老骨老骨 最后 糟糕 皮粘上了 他就真的变老骨了 哇 这时候他老骨皮呀 就剥不上去了 剥不上去怎么办 你不可能老骨皮 再走回自己来疗房吧 那一定会被人家打出来了 所以呢 他就只好坐在寺庙后面的森林里面 他坐在森林里面怎么办呢 肚子饿了 他本来是出家人了 是吃素的 开始呢 他抓兔子了 然后呢 就开始呢 扎你的野鸡了 他就开始呢 就吃昏了 吃昏了以后呢 他就觉得说 哎呀 我吃兔子啊 虽然兔子肉还不错 明天换个口味 然后他就吃鸡了 吃了鸡 第三天 他就开始吃蛇肉了 结果他突然觉得 哎 不知道人的味道是如何 他突然想吃人了 你看 他的烦恼越来越重 结果呢 有一天呢 在做完晚课以后 突然有个小伤兵 然后到后面山里面去惊喜 也出家人吃饭嘛 你都会到树上那样 带着念珠去念过 对 他就有个小伤兵 他就太好了 我好久啊 没有吃到原肉了 现在突然有一个核蛋来了 我要好好吃它的肉 这时候我们小伤兵走过来 因为这小伤兵很聪明啊 他就呢 托他一声 不想吃你啊 他说 哎呀不对啊 我怎么可以吃一个出家人啊 我也是出家人啊 他突然来知道我心生气 可是这这么一跳的时候 没跳到 结果他就滚了下去 然后就山坡上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起来呢 哎呀 他的虎皮呢 就脱落了 哎呀 就这时候很难过 他想 哎呀 我刚才怎么这么难过怕呢 我竟然你一个出家人都要吃啊 可是我以前也是出家人啊 后来呢 后来呢 当然那个小伤兵就被他吓到 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以后 他的老虎皮呢 剥了以后呢 他就呢 很难过的在那边 放弃了大锅 后来呢 他就不再摸这个老虎皮了 他这时候呢 变回人了以后 他想 哎呀 我以后呢 不要了 再做怪别人了 你看 我自己做怪了 结果 我害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我今天差点呢 就杀了一个小伤兵娘 我差点就杀了一个出家人 结果后来呢 他就呢 跑到自己的房间里 就把自己的包袱打一打 然后他就出去运游了 参访了很多善知识 最后呢 他就成为了一代的高僧开悟了 这是在明朝 临时大事的竹窗水里里面 写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启发 注意听 这个出家人代表谁呢 代表一个人 老母皮呢 代表我们有丑陋的一面 其实我们凡夫贵来挪回 就像幻灯片一样 再看一下 贪嗔痴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有时候呢 我们来服堂的时候 很虔诚 很亲近 就回到家里呢 可能遇到有不容易的呢 哇 三字巾又出来了 对不对 但有看到什么呢 看到漂亮的美女 咕咕咕咕咕咕咕 心里又控制不了 你明明已经结婚了 你还野花想偷柴 不可以 野花不可以乱乱柴 对不对 要严手 介余 可是我们呢 常常看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烦恼 就像那个老虎皮一样 假如呢 你喜欢做怪 然后你有不好的习气 你不好的个性 你觉得他没有什么 可是呢 当你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像被老虎皮一样 跑出来 你会吓到自己 你会吓到谁 可是啊 这个初家人呢 你看啊 他后来呢 因为喜欢做做妈 最后老虎皮 他天天想老虎 想老虎 想久了以后 他自己就变什么 变老虎了 结果那个皮呢 就粘在他皮肤上 他整身都是老虎皮 他巴都巴不下来 可见新的理念 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要控制自己的心念 我们凡夫都有善根 我们有善念 好 比如说爸爸妈妈 照顾小孩子 这是慈悲心 这是善念 你看到别人呢 很可怜 你会掉眼泪 这个也是善根 可是我们的善根啊 有时候常常太短 一善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国法 为什么要诵经 为什么要改做 就是把你的善根 要常常的保持延长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这个出家人呢 你看啊 他在山上 本来是吃素的 慢慢他变老虎皮的时候 一夜里就控制了他 那就开始什么 想吃兔子了 然后呢 开始想吃什么 蛇了 最后呢 他还想吃其他的动物 最后他就人肉啊 都想尝一尝啊 所以可见人呢 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会失去控制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最后 他在吃一个小杀命的那一刹那 直接不小心叠了 然后再从山顶上这样滚下来 啪啪 结果他脱落了 为什么会脱落呢 因为他想 哎呀 我怎么可以吃一个出家人呢 我本来也是出家人啊 他有一念的惭愧心跟忏悔心生气 所以常常有惭愧心跟忏悔心 这是善根 我再讲一遍 常常觉得自己很丑陋 我觉得我很不清净 所以我要精进修行 这个惭愧心跟忏悔心是善根 这是所以在白跑明文论里面说 我们的人的心啊 恶的念头啊 比善的念头多 圣经元讲啊 学好呢要三年了 学坏了三天就变坏了 对不对 有些甚至呢 你不用教他坏 他自己都会变坏 所以可见我们恶念是比较多的 但是假如你是一个活弟子 常常诵经 常常念佛 常常控制自己的念头 所以你就能够调伏自己的心 所以这是很重要 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得到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在人间里面 你有善根 也有恶念 但是你要透过活法 来调谱他 控制他 否则你心中的贪心很强 将来你会变鸡 你称心很重 你就会变马鸽 你糊里糊涂的呢 不管三世因果啊 到处偷人啊 做坏石到处 突然就变猪 这是真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 讲到猪 我也突然想到 所以心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中国有一个叫赵木斧居士 他们一定就画马 画马 他常常想马 他又有个习惯 他想睡个觉 因为他很早就起来 然后呢 他有他自己的禅修诺课 可是呢 他常常画马 想马 有一天呢 他太累了 中午就去睡个觉 结果他叫他太太说呢 三个小时以后来叫我 结果呢 他因为想马画马 他想画一百匹的马 每一个姿势都不一样 叫白板俊途 一百匹的马 结果他就想了 他已经画了九十九支了 还有鱼马 他实在想不出来 他就想 想想想想 然后中午他睡着了 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呢 他太太呢 就到房间里去敲门 他一打开 哎呀 怎么一匹马在里面啊 然后他吓到了 结果他一叫我以后呢 他老公就醒了 他说老公你怎么了 他说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他说 你刚才在哪里呢 他说 刚才你就在房间啊 不对啊 刚才你不是叫 我就叫你 我打开 我没有看到你 我看到你 你是一匹马 他才知道 哎呀 那个匹马就是我啊 所以你想猪宝宝的人呢 你就将来会变猪宝宝 你想呢 这个卡通影片的呢 很多人想 Vinia Poo人 你睡觉的时候 他就变Vinia Poo 真的哦 你看不到 但是阿罗范的人 他看得到 我们在念头 就像卡通影片画的那个 肥皂炮一样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所以这个佛教徒呢 要了解一切为心照 因此佛教徒不要看鬼片 我觉得现在呢 很喜欢看电影 没有错 好的电影 很好 可是很奇怪 下了班以后 总是喜欢出鬼片 来吓一下自己 你干嘛那么无聊啊 对不对 然后看了鬼片以后呢 又不敢上厕所 妈妈带鬼群 那里有鬼 其实你自作鬼吓自己 听好 佛教徒都喜欢看鬼片 将来你会变鬼 真的 真的 你喜欢看僵尸鬼 你常常就变鬼 你喜欢被女鬼 你就变女鬼 你喜欢色鬼 就变酒鬼 色鬼 这是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 我讲的虽然很幽默 所以我讲的是真的 为什么 有你的心了 变你了 你常常看无敌铁金刚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就啊 小朋友 无敌铁金刚 对不对 看太多了 他就自己认为是无敌铁金刚 然后就从罗汤到大去了 他是肉座的 他不知道他不是铁座 所以你常常看鬼 然后你将来呢 你的意识 意识里面 我们讲心意识会显现的话 你灵命中投胎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是佛菩萨 又看到了是鬼 所以我们的眼睛 就像我现在讲经一样 立巴一样 它很神奇的 什么东西都会录进去的 好的坏的东东都录进去 所以各位佛教徒 不要去看鬼片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呢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鬼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呢 有一小朋友问我说 师傅 你有没有魔法 我说 哪下的头 魔你的头 我有佛法 因为呢 看哈利福高度看太多了 咻 一声 那是卡通一片 那是人类的娱乐 但是人就是沉浸于这个 娱乐里面呢 最后你的心是会变 扭曲的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请看下面 丙三三十八页 第二十一号 丙三原古读分古 从十八诵到二十诵 请看丁一 不疑 不疑 不确 不疑 不疑 就是很多人做事会怀疑 会怕怕的 不要怀疑 不要怕 娱乐待遇 是说愿意给众生的快乐 待众生受苦 我们昨天说过 待众生受苦 只是扩展你的心量力 事实上 因果是不能代替的 这也要大家了解 请看第十八诵 三十八页 第三十 三十八页 第三十一行 重难过国 常废期 复遭重病及磨轻 我由怨戴众生苦 且无阙落活子行 他说 我们重许生活 有时候会很辛苦 现在全世界经济都很不景气 很多人觉得生活都非常的痛苦 可是有时候还遇到了恶人 常常无理无端的呢 就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骂一个人 这就算自己不幸的患到了 其重的疾病啊 或遭遇到了幽冥界众生 毁灭的干扰 但是在这个重苦交间的时刻 但我要发愿 将所有众生的苦难 都拿来背负到自己 残弱的身躯上 而且毫没有恐惧跟怯弱的感觉 这样的话 是菩萨的摩克萨勇者行为 关于这一点 是狗子们应该实践的 这一段里面有几个重点要说 第一 你常常会被人家骂 其实也是因果的 有时候你做错事了 你虽然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有时候你恶的时期 却重伤了别人 所以你会遇到别人欺负你 这是过去的恶意 第二个 假如你遇到反省自己 我自己没有做错 可是人家是故意的来找你麻烦的话 那你不要想 我要修人 入波罗里 第二个 有些人他过去杀业的重 就会得到上cancer 我非常严重的疾病 这时候纵使遇到幽冥界众生来感染他 这是他过去杀身或伤害的众生 变成幽冥界众生来感染 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到很多国家去讲经 有很多人来见我 我也发现真的幽冥界众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是什么 这是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告诉各位 我送这么多地上经 讲这么多经 我度过幽冥界众生 但是我就没有遇过幽冥界众生来干扰我 为什么 你的心要很正 知道吗 这要了解 所以遇到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 第一个 他一定要跟你有缘 有恶缘 也有善人的多 第二 他不一定是来伤害你 只是他很苦 他知道你是佛教徒 所以他来求你 第三 讲过你可以跟他沟通 那你应该讲说 我能够帮助你 有时候他念 大悲神咒二十一遍 我念 般若心经二十一遍 换你做任何的功德 点灯 做超度 或做各种功德 回向他 他得到功德 他就走了 所以在遇到疾病的时候 你不可以放弃你的菩提心 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慈激功德会吧 台湾有慈激功德会 慈激功德会 很公开的赞叹 他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在很多慈激委员当中 有些被救济的贫民货 他大概呢 他因为很老 没有小孩 也孤单单的申请贫民货 你知道呢 他一个月被慈激委员赞助五千块台币 算到现在大概是两百五十新币 对 对 就是慈激委员每一年拨 慈激功德会 拨给他两百五十新币 这样他多 可是真理有善根的人 我看过报道 他已经断手了 断肥 他是产费 可是他心里很开心 他拿到两百五十块的新币以后 他还布置一百二十五块给贫穷的人 这个是很难的 当你自己都生病了 人家来帮助你 你还会想到说 其他有云云的众生 比我还更苦 所以他把那一百五十块 又兼回肌院 去做慈善基金 去帮助很多很多呢 没有保证金 却无法看病的贫穷的人 我病人 我孤儿院 我养老院 我育幼院 所以你要想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苦 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 在座各位 我看每一个都长得圆圆的 都是你有福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身 你五官都很健康啊 你要有自己的体力 你应该靠自己去奋斗 而不要觉得呢 人生黑暗 所以在自己遇到障碍的时候 或病痛的时候 还升起菩提心 去帮助别人众生 这是非常不容易 接下来再看丁二 三十九页 第四号 第二 戒满 疑满 就是要切记 不要太骄傲 以及太自然 请看第十九诵 众父圣名 众人记 财宝 亮起 多闻天 游见荣华 无实意 而无交慢 佛子行 这里 这一首祭送是要告诉你 放下你的交慢心 以及傲慢的喜气 请看下面的经文 就算自己 在这一生 你做一个老板 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 你是总市长 或是总经理 你生意做得非常好 当然就是你的福报 你的生命也远过全世界 但是你也被很多众生 恭敬 领领 可是就像魔王 跟皇后一样 这时候你要更详细自己的行为 跟品德 而且很多的人 在世界的人 当他有个名 就会出很多的丑闻 对不对 母亲的美国总统 克林顿先生 也罢了全世界的丑闻 对不对 性糟糕 这是很丢烈的事情 当然总统既然男女关系 是很复杂 那是很丢烈的事情 当然对不起 我不是站在政治立场批评 而且举这个例子说 你名声越大的时候 你要特别拱展队 看你就跟着这种紧别 知道吗 所以你名声越大的时候 你越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跟品德 要有慈悲心 不要去伤害别的众生 不要占别人的品 第二个意思 就算你自己过得了很多的采榜 你非常非常的有福报 你可能是印度尼西亚最有钱的人 你的福报多到像四大天王的多宝天王一样 这么多 但是你也要知道 不要太骄傲 为什么呢 你要看到了三有的财富 三有是运戒色戒福色戒 请看幻灯片 运戒色戒福色戒 其实这三千的财富占这么多 有福报 有财富是你的福报 但是你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 帮助别人 做教育基金 慈善基金 或医疗基金 或供养三宝 利益众生 这样你的财富才有意义 否则呢 世俗话 中国说一句话 男人有钱就会做卦 女人有钱也会做卦 所以为什么钱太高 并不是好事 很多人都希望花财 其实我也觉得很可怜 为什么 你追付那么多的财富 做什么呢 一栋房子不够 还有两栋 两栋还三栋 给你十栋 又怎么样 你一个人对付时间吗 不可能的 你一个人有了时间房子 你还找九个人来管理他的房子 对不对 你还怕人家来托你的财产 所以其实 你有你的福报是很好 但是要有智慧去运用它 所以三有的财富 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 没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你只是拿来享受 但是假如你帮助来 利用广大的众生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像印度一二世纪的阿禄王 对不对 他是国王 但是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那他功德就很大 中国呢 另一代也有很多很多的皇帝 有些是佛教徒 他就利益众生很广大 国王当然是他的福报 可是你知道福报越大的话 若你不学习佛法 你贪嗔痴越强 拍个桌子 杀人越多了 知道吗 所以福报很大 他可以让你做善 也要做恶 所以取决于你的心 所以下面讲 因此 纵使你很有名声 很有财富 但是要有意义帮助众生 否则的话 你会很容易长往你 娇慢心 你自以为觉得呢 你也修得很好 有关这一点呢 要降服自己 这娇慢的心 跟自满的心 这是要 佛子琪要修的 反过来说 真正佛子琪 他修得很好的时候 他一定很谦卑 很柔软 很恭敬 请看下面 现在大概都想发财 这个呢 叫四大天王的 叫财宝亮起多文天 这是西藏的并化 他右手拿着散杆 左手拿得像老鼠一样 他会吐很多荣衣珠 当然在西藏里 也有这个贯财宝天王的贯名 这是的确 它是一个法名 因为佛菩萨知道 所有众生说 没有钱的话 他也很难生活 他要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比如说 我们要建四庙 供养出家人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也是要经费 可是这个经费 要来自于清净的心 有些人 注意听 你不可以 贪污 或是不择手段 或不合法的心 再来赚钱 这样的钱 有些人赚了 那我有点心 欲心不忍 有点 feel guilty 就是感觉 这个好像醉过的心 然后又要逃税 再拿钱捐到慈善事业 事实上这样是不好的 你赚的钱 应该是自己清清白白的 不可以占别人便宜的 而且要合房的 为什么 讲究你右手赚的钱 是骗人的 左手的 留到的钱也更多 所以 不但供财宝天挂 你受这个冠领 或念他的座 最重要 你也有慈悲心 行菩提心 行菩萨道 行后面讲的 富师波罗命 各位不要以为 只要冠冠领念念座 就会有钱 假如这么容易的话 我看你 上次根本不用为你冠领 他自己念就读证 他就发财了吗 对不对 好 接着我们拜大魏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本身没有合法 他根本不用你的钱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买虾 买花 买水果 来供大杯观世音菩萨 或供三宝呢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同报 当你有升起 虔诚恭敬心 礼拜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他是政务的圣人 他会产生 很多 很多的功德 观世音菩萨 他过去叫 古观音无来的时候 他的老师也叫做 古观音无来 他也是从他的老师身上 修复修慧 所以 佛菩萨要你来供养他 他并不需要你的供养 他只是知道 众生没有福报 所以他刚 有众福天的机会 这里讲 采榜亮起 多文天 接下来再看 丁三 祥福称慧 二十首基壽 倘若慧福自称敌 外敌虽福寻真胜 故应素以慈悲君 祥福己心 佛子行 他说 假如有一个人 没有祥福自己的称慧 称是发脾气 慧是发的脾气 甚至还诅咒别人 要伤害众生 这个叫称慧 假如你没有降服 你心中的称慧的敌人 那么就算 假如是你一个军队的将领 你可以降服了很多 很多外面的敌人 纵使你打仗 是打赢了 可是但是呢 你的敌人 最后他们却会变本加厉的增强 在古代呢 不管是中国历史 或全世界的历史 很多的国王为了征土地都是呢 这个所谓的出兵工党 其实出兵工党 表面看起来它很兴盛 其实从佛法来讲是赏身 取一个例子 第十世的大宝宝王 就曾经遇到呢 这个西藏的这个当时的国王 就告诉他说 我把万能武把他攻占下来 让你同灵 然后你是法王 你来教大家佛法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 佛法王 你一攻党的话呢 你会杀掉很多很多的人 第十世的大宝宝王 他说 我自己受护萨戒 我平常连一只蚂蚁啊 我都小心的不敢伤害他 何况说 你要去攻党一个国家 再把国家交给我 他说我绝对不会接受的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众生都有他的生命 不管他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他都不希望被人家杀害 所以你这里批评说 就算你是个国王 是个军队的将领 你攻打了很多外战的敌人 你战胜了 可是事实上 你却没有调扶你内心称慧的敌人 因此他说 我们应该动用慈悲的大军 来彻底的转化 调扶你自己的身心 调扶你的身心 有关键一点是 佛子行应该好好实践的 所以可见呢 调扶外面的敌人啊 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呢 调扶你自己心中 称心的这个敌人 刚才说 贪称是 贪是鸡 称呢 是会变好 是 我现在就讲一个真正的例子 给大家听 在唐朝有一个出家人 他叫华言和尚 华言和尚呢 他在洛阳讲华言经 他修行非常的好 他坐下有三百多个出家人 每天跟他住在寺庙里学习佛法 可见这个华言和尚 也是不简单的 那在这个华言和尚呢 他有神通 他旁边有一个弟子 有一个弟子年龄比较大的 他生病 生病以后呢 当然就没有办法脱锅 会跟大家过堂 所以他就在他的房间里 那选者每一天就会送饭去给他吃 因为他老婆嘛 大家很慈悲照顾他 所以他的锅呢 就没有用到 以前那出家的锅 是不可以借别人的 因为那锅是你的命根子 原来这锅打破了呢 就什么都不能用 结果有一个小小沙蜜 也是华言和尚旁边的一个徒弟 他很聪明 可是他很顽品 他看到好的东西都他想要 他突然看到 哎呀那个老沙蜜啊 他庙里的房间有个这么漂亮的锅 放在那边 没有用很可惜啊 我是个沙蜜吗 还没有受戒 说没有锅 走啊 我就过去呢跟他讲一讲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锅 当然这个呢 老的出家的人当然就不能借他 他说不可以啊 锅是我的呢 哎呀你要慈悲一点的吗 每天人家送饭给你吃 你不要用到锅 锅只是放在那里 那我呢需要用到锅 你借我吧 一次两次三次 讲到最后呢 他好不容易就答应 答应以后呢 他就拿着锅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洗完饭了 他太高兴了 因为这锅很漂亮 空中要走 走楼梯的时候 哎呀碰到 糟糕 打破了 他想这下玩的 那个老和尚 他就不借我的 我劝他 那这下他非杀了我 这下他真的想害怕了 害怕以后呢 他就自好把锅捡起来 捡起来呢 就到房间去 他想这下玩的 就他拖动了来开门 看到了 老和尚 他说你还好吗 他说什么事 我在宋经不要吵我 他说我有不够事情要告诉你啊 什么事呢 他一转开 哎呀 我的不不啊 他一气之下 那么好的和尚 心脏平复发 就死了 然后就吃生鸡就死了 死了以后糟糕怎么办 身上就敲钟了 糟糕啊 师父啊 师父啊 老和尚呢 一个老和尚 老的和尚已经死了 这时候皇爷和尚呢 就来的这时候怎么办 糟糕了 当下他死的时候 因为他是称心而断气 所以他就变成大母神 而投胎到寺庙后面 结果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帮他送进啊 超度 可是他的称心啊 还是很强 结果皇爷和尚呢 后来因为从洛阳呢 移到松山一带的深山 他们呢 就跟着到另外一个寺庙去休息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大母神呢 他就全部跟着三百个出家人 就这样跟着走 有一天呢 华阴和尚在讲华阎经 讲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呢 呱呐风下来 那华阴和尚呢 就转过头来 就叫说 小少女 赶快躲到我后面 否则你会没有命的 这时候怎么办 哇 所有人都在想吓了一跳 结果呢 就看到呢 三四百人呢 就坐在那边听经 对不对 突然门呢 吐 吐 会风吹了 来个大王神 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这华阴和尚一跳起来 拿起来 就打他的头 他说吐在这 你是个修行人 你是知道因果 对不对 他打破你的波 不是故意的 你现在还放不下你的真心 你还要用蛇的身 来吃这个出家人吗 你要忏悔啊 这时候呢 华阴和尚就拿起来 压着他的头 然后大家呢 念佛 然后呢就告诉他 你要好好地忏悔 你已经呢是蛮蛇身的 你要不忏悔的话 来一辈子 你还要落落的 这个呢 老头上呢 还是蛮有善根的 因为他有功能力 他这么一讲以后 那蛮蛇就降下来了 然后呢 对对佛啊 说平礼三半 拜完以后呢 他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 他真心就被调腹了 可是这个时候 华阴和尚他有神通 他知道呢 这个蚂蛇马上就要死就投胎 然后投胎呢 到村庄前面有一个女居士家 也就是华阴和尚的归姻弟子 那时候呢 刚好呢 他在生娃娃 有男产 这时候华阴和尚说 快点 我们去救他 就所有人出家人都跑去了 有人拿古屋 哪个拿猪屋 哪个领储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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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然后呢 半夜就呢 跑到那个军事家 就 咕咕咕咕 有人在吗 奇怪 怎么这么晚呢 有人来呢 他哪个来 哎呀 师父什么事啊 他说 你们家 你太太是不是怀孕了 他说对呀 你怎么知道呢 师父 我太太怀孕了 就那娃娃卡在那边 三天都快出过来 他说我们有办法 赶快来 然后呢 他就把一个佛桌 然后点一个箱 然后呢 就做整两个 然后呢 就开始念 咕咕咕咕咕咕 就开始念佛 念佛 然后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另外一个叫一声 师父啊 你赶快出来吧 咚咚 小朋友就拿出来了 就出生了 出生以后呢 他看了他说 这个女孩呢 是女孩子 其实她是我师父的徒弟 可是啊 你应该要让她出家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只活到十八岁 就会断命了 所以她的业龄 虽然投胎到你家 可是只有十八年 所以你好好照顾她 如果你能够让她出家的话 她有善根 可是她抵护过她的业龄 无论在家出家 十八岁就会死了 所以从这里的故事 可以告诉你 佛经讲的贪嗔痴啊 是真的 脾气要赶爱 不要要求别人赶脾气 要求自己赶自己的脾气 不要老婆跟老婆吵架 你看到师父说的 你会做大马蛇哦 师父可没这么说啊 师父说 自己不调整自己的心的 会变大马蛇 我可没有教你说别人 会变大马蛇 变大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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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多脸友听了听说 你看师父说你啊 不 师父说你自己 知道吗 休息是要求自己 不过撑心啊 真的要不要 有些人生来脾气 就非常的坏 从小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 有些小朋友生来 恶心就很好 有些你给他巧克力 不高兴 他一咬就一声 还有些小朋友 看到人呢 就吐口水 这些都是过去的恶心性 爸爸妈妈不对的 你应该打啊 要教 因为小的时候你不教 我告诉他 老的时候是他打你啊 真的哦 所以你要教 孩子有先天的 过去的业 但是有今生的教育 同样的我们佛弟子 自己是学了活 没有学活之前 脾气很大 现在呢 要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 以前呢 很自私 没有慈悲心 现在学着要关怀别人 因为你要知道 全国的生命呢 都是自己创造的 所以你当称心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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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念 南无辣 非观世音无善 我们命令你讲 若有众生 多余称慧 多余敌欲 多余吃 常念 恭敬 观世音无善 当你呢 生脾气 发脾气的时候 你还念一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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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码 就会调和你的心 本来你会发脾气 发三天的 可能现在发脾气变两天 可能慢慢变半天 最后呢 人家骂人说 哎呀 谁怕吧 反正呢 我脸皮很厚 又不会损失什么吗 这个时候就表示 你禁不过了 发生一些人家骂你一句 哎呀 你可以放在二十年了 咬紧牙筒 我一定啊 君子报仇 三年不完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 渊渊相报 何时留呢 所以称心是最大的敌人 他可以毁掉自己 也毁掉一切 尤其像夫妻吵架的时候 用的话都是很逗留的 对不对 已经过了事情呢 当你发起一切来的时候 你把所有人的缺点 诅咒三代通通通骂 而且还诅咒别人 这样是不好的 诅咒别人将来是会过地狱的 地狱恶鬼出生 所以佛教徒不可以诅咒别人 诅咒别人是最大最大的恶 你要想 你要 你学习佛法 常常这样 众生五边誓愿度 就算在你面前的众生 他有再大的错误 你也要 你也要 撑心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 撑心是什么 中国讲怒气攻心啊 对不对 很多人为什么心脏病 或中风 就是脾气很大 对不对 所以你常常发脾气的话 对自己也不好 对家人也是很不好的 对不对 大家看到你的这个话 为什么鬼又来了 撑心鬼来了 动一动他有火烧功德灵的 动一动他可能要发脾气 就像炸弹一样 可是你会没有朋友的 所以撑心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一切 而且撑心也会毁坏一切修行的功德 所以丁三 降福称会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丁四 请看三十九页第二十八 舍弃贪灼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贪心跟执着 留恋会放一下 请看继寿二十一寿 五欲本质如盐水 任机受用可转针 故于另身贪灼物 顿然舍事活子心 他说财色名十岁的效果 五欲的功德 其实这里功德是四只下效果 可以说或说五欲暂时得到好处 其实就像盐水一样 盐水各位知道 大家出海边 比如说我们现在出海去旅游 或是像一般人出海去打鱼 他都要准备水 大海里的水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喝 因为是咸的 我们喝的水只能喝淡淡的水 对不对 不要咸的水 除非是运动的时候 因为你的身体流失了太多的钙质跟铁质 所以你要上矿泉水 或是运动的饮料 放加一点点盐 可是太多的盐 会让你的身体全部会失水过多 变虚拖 所以可见 五欲就像盐水一样 你看起来可以解渴 可是你越饿就越渴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享受它 到头来你会发现 那个只会让我们心中的贪爱心 占有心 执着心越来越强 而且你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 因此我们要学着 对云章那些产生贪爱跟执着的人 或是世情或是物 我们叫顿然的舍弃它 这一点是佛子心 应该是见的 举个例子 对不起我举你重做的例子 女性都很爱漂亮 爱女是人的天性 这是自然没有错 可是爱女又要过度执着 比如说你就只有一双腿 对不对 两个脚 可是你想想想 你买了多少个的鞋子 你买了多少个皮包 三个够了 第四个以后就不吃吧 对不对 可是我们人常常会觉得 哎呀 这个大减价 大流血 对不对 周末周年轻 哎呀 那个款式很好 这个功能很新 其实你会发觉 你永远都复制不住自己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刷牌都刷爆 对不对 其实你想一想 你要的并不那么多 对不对 那同样的男生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喜欢买鞋子 很名贵的鞋子 一双 两双 三双 四双 其实两三双就够了 你有凉鞋 球鞋 运动鞋 皮鞋 四双就够了 那第五双 为什么呢 展览用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们人的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所以 假如我们不学习控制我们的欲望 就算你有整座是黄金的刹那 最后都会不够用的 所以他这里讲 欲望 财色明石碎 就像圆水一样 你填到了 你觉得很舒服 可是呢 你会越陷越深 请看下面 第五 四十叶 第五 第八 对质鱼吃 分二 分二 请看 五一 禅定位 对质鱼吃 这是鼓励要修回心定 好 接下来讲 对质 我们讲 贪称吃慢鱼 贪跟称比较粗 鱼吃它比较细 比较难分别 鱼吃在哪时候才会比较清楚呢 就是要在禅定当中 他才会看到整个心 所以这里讲要修禅定 在后面的六部波罗笔里面 也会讲禅定波罗笔 好 先看这二十二双 诸所显现为自心 心性本离细论边 知已当于二取相 不作义是佛子行 这首祭送有点深 请你耐心听 师父也会耐心讲 请看下面几次 眼前的 你所看到一切的这些人事物 这些显现的镜像 其实都是你心所变的 我刚才说 你喜欢看鬼片 你走到哪里呢 你就觉得很多鬼跟着我 其实根本都没有鬼 对不对 那你常常想佛 你心中就有佛 你心常常想马 就像刚才讲 照目谱话 那就会变嘛 所以可见很多东西是有心变的 这是佛教徒的两不起的地方 所以今天今天人家问我说 佛教徒肯不肯定上帝存在了? 承认 因为上帝就是由心所显现的 为什么呢? 他告诉你 请看下面 因为自心的本性 本来就是远离有为的性论 有为就是离两边的意思 我先继续讲 待会再解释 在认识到这样的真理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骑驴般的找驴的在那里找 有时候我们就要想 有时候你还记得了吗? 比如说你现在进行门门 要去做 趕快冲我妈妈出去 我的钥匙在哪里? 我的钥匙在哪里? 你的老婆就在你手上拿着吗?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时候有没有 奇怪 我的手机在哪里? 手机啊 手机就在你的皮包里嘛 所以可见呢 我们呢 不了解事实真相 心很荒惯的时候 其实就像骑着驴呢 我去找 驴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就骑在驴的身上 这是一个比喻 那些能所恶曲的表象上 偷绕着圈子 苦思理想 什么叫能所恶曲? 注意听听 这很重要 有一点声 翻轻听 我们凡夫都有很多的对立 有长就有短 有男人就有女人 有出家就有在家 有好就有幻 没有错 我们生活在这世俗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这样子才能生存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 你把它执着是真的 佛告诉你 男人女啊 都是假的 死的人都因为骨头 对不对? 男生一投胎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当男生啊 也每一个人也都会投胎 是女生的 因为 灵命中投胎的时候 是看你决定了 爸爸妈妈你喜欢谁 一般说 如果你喜欢上爸爸 抱上的爸爸 你生出来的就是女儿 你喜欢妈妈 抱上的妈妈 你生出来就是儿子 所以叫做 妇女女情长 母子情深 这一心相机的 所以每一个人 哪时候当男生女生 是你在灵命中投胎的时候 你执着哪一个人 比较漂亮 你就抱上他 那换句话说 在轮回里面 每一个都当男生跟男生 这一世的我 我是男生 对不对? 前辈子的我呢 我知道 我还是男生 我很多时候都男生 可是我们在轮回里面呢 搞不好你这辈子 这辈子是男生 过去是呢 或许你是妖艳的美女呢 对不对? 不仅是专门在静女院里面 讲 好人可以来一世哦 对不对? 也可能啊 所以我们当过男座 也当过女座 可是问题是 我们会执着 永远这个是真的 好的就一定好 坏的就一定坏的 其实好坏没有绝对 为什么呢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有一天你静坐的时候 坐到身体都完全没有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身体真的是假的 所以这一段是有点深 所以讲 能取的二相 其实呢 事实上是你的执着 是深深深深深 是习惯的执着 所以你很难打过这个 好跟坏的对立 可是真正在禅定里面啊 好跟坏啊 都是假的 就像什么? 做梦 举一个例子 你在做梦的时候 今天呢 你现在很喜欢做马票 每一天想想想 有一天呢 哎呀! 我中到的第一课奖 好多好多的钱啊 很开心啊 结果梦中的时候呢 拿了钱 结果撞了一下 结果就醒了 醒了以后 你想 刚才你做梦 梦到了中马票 对不对 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名 你中到 但是梦中里 你认为是真的还假 告诉我 各位回答 梦中里 真的 对 你在梦中里是认为真的 真的 你认为假的话 你说 好吧我故事给担保 不会了 你就认为是真的 所以你很高兴 可是呢 当你太高兴 得意忘心 你壮到的时候 醒来以后 你才知道 刚才做的梦呢 是真的还假的 对 同样的用这个比喻 我们在六道的灰里面 我们做人 我们要做天上 我们在人间 其实我们在做生死大梦 其实就像你在梦中里 得到中马票一样 都是假的 所以对老公 不要太认真 对老公 也不要太认真 对很多东西 讲不要太认真 不是没有责任 而是很多东西 不要尽尽尽尽叫 我在讲更白一点 给两对夫妻 来生你选他 他选你 来生他选其他的美女 他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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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变 你也会变 对不对 所以可见在梦中里面 所有一切的东西 都是假的 好 那现在问你 在做梦里面 做马票 你现在呢 突然一醒的时候 你知道呢 一切都是假的 那同样的 就一定 当我们在六道轮回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有一天一开幕的时候 你才知道轮回 也是什么 就像你看路营蛋一样 只是呢 电影一样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都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大家都很喜欢看连续剧 对不对 我知道 印度尼西洋的华人 也很喜欢看华人 对不对 他哭的时候你也哭 哎呦 我不知道明天我都没啥 他哭你也哭 可是电视一关了 他没哭 你继续哭 为什么 你把它当真的嘛 虽然那个是电影而已 可是我们常常都会 哎呀 我就很喜欢那个主讲 对不对 就继续哭 所以你把它当真的 所以佛要破除你的执着 告诉你 一切是唯心变的 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你常常告诉自己 一切这都是假的 不要太计较 背起来 一切这都不是真的 不是真实的 不要太计较 这样的话你的烦恼 才会越来越断 否则呢 你一直忍一直忍 比如说做媳妇 一直忍伯伯伯 忍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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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说话 要说吗 要 在西藏里面 藏人有一个故事 在某一部经讲过 叫安乐行 法华经 她说有一个媳妇 对自己的婆婆很不好 她非常不好 她很想堵死她婆婆 她因为没嫁进来 很不甘心 她老公在的时候 她婆婆很假假的 老公都在的时候 她就欺负她 她就很恨 她这里是个活教 可是公正不解 她说我绝对要公使她婆婆 结果呢 那因为她不知道怎么毒药 她就跑去一个医生的地 她说 医生我告诉你 我来看病 然后医生问他 你有什么病 她说我有心病 你要帮助我 那个医生呢 也是我这样 然后她说 那我怎么帮你 告诉你 不要告诉你 我讲 毒死你 你是医生 你一定有药 你可不可以 所以包三天的药 我吃七天的药 然后我回去吃 给我婆婆吃 我煮汤的时候 放在里面 我把它毒死她 好不好 拜托拜托 不要告诉别人 她那个佛教徒的医生一听 哎呀 她是一个佛教徒 我是医生这样救人 怎么今天可能 叫我拿药给杀人呢 不可能的 但是她又不能够搓穿她 她就说 你等一下吧 我找一找 有没有特别的药 我要给你 所以她进去呢 包什么呢 十全大骨堂的毒药 她说 这是我店里面 最毒最毒最毒的药 而且你就要给你婆婆吃哦 而且一定要吃三次哦 三天或七天以后 保证达到你的目的哦 哎 太好了 就不管怎么样 不管了以后呢 她本来是 对她婆婆很好 她现在我们有毒药 她回去都非常的高兴 就开始煮啊 煮汤啊 煮药倒进去 婆婆 你好辛苦 我帮你吹吹背 她心里想 嗯 这下状态了 我就是要你帮我脱子了 然后呢 冰淇淋 癢癢 切齿这样子 然后她说 哎 吃完了 我平常我对我媳妇不得到 今天我媳妇的脑筋坏掉 然后呢 怎么对我这么好呢 还帮我吹吹背 来婆婆 我跟她热汤 我喂你 结果她婆婆一吃啊 精神非常好 结果她儿子回来说 哎呦 你头的老婆还真不错 以前我对她真的不太好 对啊 大小大大呼小叫 结果她就说 哎 然后呢 那个媳妇不知道这个药是毒药 她就想 第一天多没死 再第二天多夹一点 然后又满安全肺 第三天又满安全肺 奇怪 这个老婆是什么 越吃越健康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